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二 今天要來介紹大家 位於台南的TCRC 騙你們的 沒有啦 因為我們沒有先告知店家 然後一方面店家 聽說他們也不喜歡 就是大家在裡面拍攝介紹他們 所以今天主要來介紹大家 如果來TCRC合酒的話 你可以在附近吃一件事 走吧 首先第一家呢 是在附近的阿旁 可以在TCRC裡面點就可以了 因為我要告訴大家 他大概位於在哪裡 就在這裡而已 TRC出來左轉 轉一個路口 這邊就是 基於禮貌 所以只能拍你的大 你沒辦法拍店裡 就沒有什麼樣子 只能拍食物 還有拍你喔 我那也有啊 Evika都不在了 臉超大 臉真的超大 聽說大家都會去點這一家 是因為它的味道很好 那我們呢 今天點了 雞卵骨 青椒 欸這是肉串 培根呢 所以培根沒來 那我來吃吃看肉串 肉串總能知道 為什麼大家都要吃這個 阿旁看好 要驚訝一點 它的口味偏甜 不會太鹹 然後烤的蠻勻秤的 勻秤是說 不會有某個地方特別的硬 嗯 你知道什麼 有一個就是 不會它這麼有名的 有一個稱 不枉虛名之類的 虛味的 我沒有很在乎 好 我剛剛有點太緊張了 因為剛剛只先來了一盤 然後我想說 欸 很少的那麼東西 培根 香腸 這個是 喔 這是綜合 豆皮跟甜不辣 那我來吃一個培根 嗯 它培根很不油耶 很好吃 那你很脆 嗯 欸 現在要來到第二家 那第二家的位置在TCRC 左轉出來 不要轉彎 然後一直走到底 所以到現在這個大馬路 大馬路這邊呢 有兩間月金 然後它是吃粥是不是 鮮粥 但我今天比較想喝牛肉湯 我來台南就是要喝牛肉湯啊 那它這間叫石金舊 它是好喝的嗎 它是台南 我覺得味道最平衡的一間牛肉湯 最平衡的意思是 比較不會有差錯嗎 對 一定不會有差錯 不會說太鹹 或是太... 什麼樣 裡面有什麼果香啊 或是什麼奇怪的味道 為什麼會有果香 有些店會用鳳梨去補 石金舊牛肉湯 吃牛肉湯一定要趕快 上的時候 牛肉要趕快先撈起來 才不會太熟 等一下 有點笨拙 有點汁可以嗎 可以 但你動作好慢喔 我有點受不了 它肉很多耶 你可以拍我嗎 I'm so sorry my bad 它肉是 湯還很熱的時候 就直接丟下去這樣 好好吃耶 好好喝 是不是很平衡 但我覺得這家口味偏重 如果我不喜歡太鹹的話 我會覺得這家就是太重 因為我是重的味 所以我覺得這家蠻好味的 然後我們另外一點了 為什麼要點肉燒飯 我想吃而已 TCRC的酒 我覺得 這個算是走在蠻前面的吧 超強 你敢嘴嗎 我不敢嘴啊 只是我想要確認 是不是算走在蠻前面的事實 事實嗎 氛圍蠻好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希望我們的影片的話 雖然這一隻沒有Erica 但不要嫌棄我 喜歡我們的影片 幫我們按訂閱 按分享 然後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猜猜還有哪些東西好 說我下次來吃 掰掰